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号上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清明前后 神州大地处处生机盎然 正是植树的好时节 今天我们一起种树 就是要号召大家都行动起来 积极参与植树造林 人人争当绿色使者 生态先锋 为建设美丽中国 增绿天才 共同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经交大地 春意正农 上午时时四十分许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等集体乘车 来到北京市通州区陆城镇 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异物植树 植树点 地处北京市通州区 与河北省廊坊市北三线交界地区 位于朝白河畔经济首个跨界共建的 森林公园内 具有良好的冰水生态条件 看到总书记来了 正在植树的干部群众热情地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 扛起铁锹走向植树地点 同北京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 以及首都干部群众 少先队员一起忙碌起来 挥敲铲土 培土为艳 提水浇灌 习近平接连种下游松 黄炉 元宝峰 樱桃 红叶碧桃 侧摆等多棵树苗 习近平一边植树 一边询问孩子们的 学习生活 劳动锻炼情况 他强调 广大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从小要积极参加劳动植树造林 把绿色的种子种进心里 养成尊重自然 热爱自然的意识 勤奋学习 锻炼身体 茁壮成长 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 努力成为国家栋梁 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领导同志们同大家一起 陪土浇水 气氛热烈 植树期间 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群众亲切交谈 他说 到中央工作后 他已连续17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他指出 今年是新中国植树节设立45周年 全国人民坚持植树造林 荒山披锦绣 沙漠变绿洲 成就举世瞩目 同时要看到 我国缺林少绿问题仍然突出 森林宝库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 增绿就是增优势 植树就是植未来 要一茬接着一茬种 一代接着一代干 不断增厚我们的绿色家底 习近平强调 绿化祖国要 扩绿 兴绿 护绿并举 扩绿就是要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 是地 是树 是时 是法 种一棵 活一棵 造一片 成一片 兴绿就是要注重质量效益 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 推动森林 水库 钱库 粮库 碳库更好联动 实现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相统一 护绿就是要加强林草资源保护 做好防灭火工作 深入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 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 三北地区是国土绿化的主战场 要把更多力量集中到三北工程建设上来 铸牢北江绿色长城 习近平指出 绿化祖国要人人尽责 要畅通群众参与渠道 创新尽责形势 发挥好林长制作用 把各方面力量调动起来 推动全民义务直数不断走深走实 在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治局公司国务委员等 参加财富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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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